大家早安 今早想跟大家說手錶的藝術和語言的藝術 有些手錶你一看下去就整件藝術品 什麼手錶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通常是一些流胸的手錶 或者是半流胸的手錶 一些透底的手錶 因為可以讓你看到更多這隻手錶的造工 一些挑剔、一些打磨 一看下去整件藝術品 有些手錶是做到這件事 當然相比起一些物體 什麼都沒有東西給你看 如果要跟你說一下這隻手錶 是一件藝術 唯有從語言的藝術著手 語言的藝術當然是包括一些方言 一些歪理或者是一些蛙眾取寵的說話 這些都可以令到人覺得不是藝術的一隻手錶 是一件藝術值得擁有的 挺有趣的 語言的藝術 versus手錶的藝術 當然 越是一件藝術品的手錶 當然也要考慮它的價錢 雖然有時候人家說藝術品是無價的 只要喜歡它就可以了 不過如果作為理智的消費者 當然也要考慮這隻藝術 性藝術整隻藝術品的手錶 是否值這些價錢 聰明的你應該懂得去選擇 如果經常都用語言藝術去做人 也希望他們會開心 和活得心安理得 今天星期一 新的一星期的開始 我祝大家都有一個充實的一周 大家記得了 一定要加油 努力工作 努力享受生活 拜拜